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受到了广分的关注 目前累计外部贡献料已经有40万行 并且有很多的那个行业 比如说百度安理 然后我们自己的华为云已经在贡献 也不带贡献和使用 然后以外的卖起仅仅是服务于微商银行 然后我们这个之前这些云上其实已经在用了 涉及到整个互联网交通高端制造业行业 以及那个开源中国年度都已经获得一些内容运营 所以我们用了不同分布式的 使用不同技术站的分布式架构 我们也是支持的 从这一页上来看 其实我们有两个标红的 一个是捷偶 一个是事件驱动 它就是代表着我们的 以外的卖系的一个价格 然后从这张图上来看 就是以外的卖系设计在中间 它的上面是那个基础应用 上面是那个应用层 然后下面是那个基础设施 然后它的跟它是跟那个service match 一个平行的平行的一个服务 service match 其实可能比较熟悉一点 就是rpc的一种价格 它更多的是服务与服务之间的一个 点对点的一个交互 是同步的一个交互 以外的卖系更多的是 事件驱动的一个异步的一个 结合的一个驱动 一个价格 然后这一页的话 我们看一下以外的卖系的一个价格吧 以外卖系它定义为新一代的一个severness化的一个 事件装件件 我们的目标是 简化整个事件驱动价格 然后提高开发者的开发效率 这张图的中间 其实是eventimaxe pipe-sever 它是我们的一个 run-time 运行时 也是一个微内核的一个插件化的一个设计 然后围绕着这个中间的那个computing layer 其实是我们这边的一些中间一些那个插件 我们在上面 其实提供的多语言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接口 目前支持的那个java cjc go rest 等等语言 然后他提 同时我们也提供了丰富的开箱即用的一个connect 连接器 connect 连接器呢 它是作为一个桥梁 它可以将那个 比如说my cycle啊 蒙古地币或者是卡夫卡 rocket mq 这些事件 嗯 这些服务 就是把做一个桥梁 把这些服务之间打通 提供数据的一个流转 呃 时间的一个流转 然后我们底层用 呃 也提供了 就是丰富的插件 就是支持多种 那个slurage 就是 消息的一个存储 比如说卡夫卡 那个rocket mq 啊 和 redis 可以灵活的 有各个厂商是自己定义的一个选择 我们作为 我们是目标是成为整个事件 区中的一个标准协议 啊 所以 我们是定义了一个clout events的标准的一个协议格式 来进行流转 这协议也是其他云厂商 就是比如说谷歌他们云人山的一些协议 也是广办使用的 然后各个厂商基于这个协议可以定制自己的 那个连接器 然后将事件 推送 或者是介入到我们的emended message 引擎里面来 然后这些流转 嗯 最左 最右边就是提供的 就是一些指标内 就是监控指标内的一个介入 可以加那个 我们也提供了丰富的metrics一些指标 比如说 啊 时间的介入的数量啊 或者是 投地的一些耗时 平均一些时间等等 就是介入到我们常用的etcd或者zcuber 可以在后期做一些那个健康分析 最左边呢 是有一个7s的一个workflow 它是我们那个 时间的一个工作流引擎 基于这个workflow 我们可以将那个日子日子好它的一些规则 根据事件的状态 以及当前的那个 当前的工作流的流产 可以去触发不同的事件处理 然后它也是通过7sworkflow的dsl语言来进行编写 啊 然后在最中间 又回到我们最中间的那个原来messy的pipsy 就是这个 中间的这个图 其实我们的微内核插件 它提供的就是集成 顾虑 路由和那个转换的一些能力 将这边的那个选择的插件 就是一起集成进来 作为一个运行时 在线上运行 这就是我们整个原来messy的一个价格 啊 然后messy其实在华为零已经在陆地了 啊 在近年1月份的时候 华为零推出了一款叫做 原来Grader的 叫时间网格的一个服务 它的定位是一款7s的一个 时间总线服务 啊 从这张图上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跟之前社区的图是一样的 啊 是类似的 不能说一样 它是以原来messy作为运行时的一个引擎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我们提供了一些口识化的 就是提供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性 增强了一些特性 比如说口识化的一个订阅 还有那个 全联络的一个事件追踪 以及那个 消息投递失败的一些死性等等 然后整体上 其实我们是基于云容器引擎进行部署管理和容器化的 然后有部分组件 我们是利用发行graph做了一些发子发子化的一个部署 就是发行graph 然后整个服务都是传托管口固展的事件总线 是电话化的一个 时间的介入和那个投递也是通过那个连接器去做的 我们那个Source连接器 其实已经介入了100家的华为人服务的一些事件 包括用户的自定有消息类的 比如说RocketMQ 卡夫卡 RabbitMQ都可以接进来 然后我们的那个Sync Connector也是可以 将它那个将事件流入到 就是投递到就是传统的一些应用里面去 就是自定的一些应用或者是云人云人生的一些应用也行 或者是那个消息类的比如卡夫卡都是可以投递过去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业务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那个Concert页面 从Concert页面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支持两种业务模型 一种是一对多的一个事件定义 还有一种是端到端的一个流失的数据处理 然后我们的估计能力是支持18种的一个操作服的一个估计 事件估计也是一个Json的一个形式 我们后端去做 然后事件目标它是支持那个内容转换 支持那个长量变量和那个 长量 三种内心转换 然后我们再回顾团来看到那个事件订阅 这边页面上跌准了一个事件源 是OBS的一个效益事件源 然后中间有个事件通道 然后在这个配置上 我们看到我们配置了四个目标 一个是SMI 就是可以投递的 可以发送给发送短信邮件的 还有一个是HTTBS的一个事件 以及一个卡夫卡的一个topic 还有一个是函数 发行graph 这个事件其实 有了这个配置之后 它的场景就是用户上乘了一个文件 到那个OBS桶里面去 然后OBS会自动筹发一个事件 生成一个卡到的一面子的协议 然后会推到 就是接入到一面的Grader的那个 事件通道里面来 然后去根据配置好的工程和转换规则 然后投递到下面四个配置好的目标里面去 下面的这张图断到断的这个流式处理 我这边配置了一个卡夫卡的一个topic 然后目标是一个函数 它其实是利用的那个连接器 左边的那个卡夫卡 我们有个卡夫卡的一个connect连接器 右边是一个函数的一个connect连接器 就是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连接 中间也是集成了它的顾虑转换规则 这是我们的业务 这个业这个图长其实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通道 一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那个集成的事件流转之后 其实我们还提供了那个全链路的一个 事件查询能力 因为它是一个710化的 可能用户不需要去自己处理没有服务器 那这个时候缺少一些认为化的能力 那我们就是以事件通道为维度 在那个里面可以点击事件轨迹 可以看到所有的那个在这个通道里面所有的事件 以及这个事件的一些状态 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查询条件 包括时间啊 ID啊或者是事件类型 事件源以及订阅等等 然后右边的这个可以有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处理能力 可以从那个事件的介入 事件的那个扭转投递 以及它的一些失败 还是从事等等 都是在这个上面有所体现的 然后就可以帮助用户去定位一些问题 啊我们是我们的 Storage插件用的是RocketMQ 就是没有选择其他的 在业务模型上和那个 RocketMQ的模型上其实有个对应关系 我们刚刚那个图上的事件通道 就对应了我们那个RocketMQ的一个topic感 但是我们的一条订阅 就跟那个RocketMQ的那个subscription有点差异 我们是一个目标 做一个消费组 不是一个 而不是一个订阅 可能是一个subscription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将那个消费组和那个目标 去一一对应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目标之间 都是互相独立的 隔离的也是不受影响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业务模型和RocketMQ的一个使用情况 啊然后其实我们在那个 做了一些社区的Storage插件上 做了一些那个高可靠的一些优化 在部署上我们是部署了两个 RocketMQ的一个双十内 可能这个双十内是最小的一个单元啊 可能你可以多一点 然后每个十内其实都是那个 多Broker的 然后也是多AZ去进行部署的 我的每个十内都是高可靠 同时还提供两个可以做成组辈 或者是双弧处理 我们对应用测也做了一些那个优化 目前社区的那个套的投递 就是所有的目标的投递 都是在一个 都是在同一个线程里面的 可能会有一些那个 目标之间的一个干扰 然后社区也提供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公司能力 然后只有从事成功 只有从事成功之后才会去写一些offset 或者是三次从事失败 然后去放弃这条事件 那我们其实就把这个社区的这个对RocketMQ的一个更改 我们还是回归了原先的RocketMQ的一个原生能力 所以我们还是独立线程去 每个消费者 哦不对 每个那个目标都是一个独立线程去进行同步的一个投递消费 然后基于RocketMQ的一个retry topic进行从事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性能上的一些优化 就是基于最新的RocketMQ的popular特性 支持那个运行时酷素容 就是我们跟对列我们的client跟对列做了一个结绑 然后同时我们还是在监控目标的一个负载情况 可以动态的配置先程时的参数 以及扭控的一些策略 这样的话就可以动态调载消费者的一个能力 可以去做对免得对下游的一些消费目标做一些干扰 嗯 里面的grade的部署 嗯 这一页其实是我们整个 里面的grade都是 是云原生的一个部署管理和运行 是基于我们 云上的一个叫做CC的云融进行 是跟那个建容的是开8s的一个部署 然后我们每个单元 其实都是具备双核的CD基础和RocketMQ 其实我们上一层 这个图上的上一层 我们还有一个API 我们可以在API网关上做一些流量的一些分发 和一些汇度的一些升级的一个切流等等 然后我们每个运行时 其实都做了一些职责上的一些分离 就是有些运行时是专门用来生产消息 有些是专门消费的 消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分离的 就是有些是消费master 有些消费snive 当然也可以就是说 可以不同的是动态的挑战嘛 然后在整个那个节点上 其实我们单点故障 是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能力的 就是有一个有节点 或者是有broker 或者是有集群故障的 我们也是可以自动去栽除掉的 就是不影响整体的一个运行 然后我们利用了CC的云融进行 其实整个节点就是按照刚刚那个讲的 pop的那个特性 其实我们是拥有快速的一个弹性 升速的一个能力的 刚刚讲的是我们运行时的一个boost 那其实现在就收到我们那个连接期的一个boost 这张图上其实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两种业务 就是一堆多的 一个是点对点的 左边是sauce work sauce的一个connect 右边是sync的一个connect 他们两个 两个连接器 就是点对点的业务 就是我们的点 点对点业务事件流 然后sauce connect 直接将事件借助 里面的各位的runtime运行时的话 它其实就会支持我们一堆多的一个事件 订阅业务 嗯 就是sauce connect 它其实是使用 我在我们那个云上使用的是发行graph 进行部署的 它只是要三传架包就可以了 都不用打成到块镜像 然后它是支持指定它的一个资源 可以进行灵活的调度节约成本 而它是全自动弹性的 它只有使用的时候才会有产生费用 不使用的时候 其实是不会产生费用的 而且每个圆每个目标都是独立的发行graph 进程件都是独立的 就是互相不干扰 嗯 下面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实践和案例吧 这一页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案例 它是结合了以源的grade加发行graph 去做一些各件商务和翻部式实践的驱动价格 它是标准的卡拉的event协议 连接云服务和云服务 以及高阶服务可以实践 就是service on service的一个理念 从这张图上看 我们event grade作为一个最前端的一个事件中枢 它可以它支持介绍和中转事件 是EDA加格的一个驱装者 我们支持成100家云服务 介绍事件 也支持成客户的自定义的服务 介绍事件 同时我们也支持成三方合作伙伴 介绍事件 然后以源的grade 它将事件介绍进来之后 它会触发一个函数 函数其实作为一个 EDA事件加格中的一个7-night化的 奴机处理的话 它其实自动集成的可贯测 提供bass的统一的对后端的一个法案 然后同时FG还提供了 就事件编排的一个能力 就实现价格捷偶 分布式的一个价格 那整个价格上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都是松柔核的 而且故障都是独内心的 而且它是 都是一步交互 然后以源的grade 刚刚也看我们是实时全链的 就是对事件目标 做一些那个消费能力的一个调整 所以它也是具备一些消费填骨的能力 而且整个链路上 都是口扩展自动弹性的 就是安施的去伸缩的 而且是敏捷开发 很少去写代码或者是一种 定网化的一个开发 就是少运维的 就是降低了整个 系统的一个复杂性 这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 事件价格驱动 结合函数一起来的一个真相实践 然后后面接着分享两个案例吧 这个案例是经典的EDA事件驱动 以源的grade 其实在我们华为云 是最重要的能力是通过 连接各个云服务 来各建EDA事件驱动价格 以达到服务间的一个结合 我准备一个真实的 这个是我选的一个真实的 按理吧 就是我们其实虽然使用了很多的一些告诫服务 但是其实这些告诫服务 它还是运行在或者跑在那个硬件上的 就是对租用户是不可见的 但是硬件其实是有三明测器的 假设有一块瓷板 三明测器快到了 那我们它是由IT部门 会那个通过SDK 就是发起一个事件 比如说通知其他告诫服务 说OK 三个月后或者是半点之后 这块瓷板就到期了 然后其他的告诫服务 会做一些响应 那它就在IT服务 IT服务就可以在那个EventGrader 配置一个视线通道和订阅关系 将它的目标 录游到其他告诫服务的 专属的视线通道上去 然后它其实是夸张好的一些东西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EBS 或者是ECS 或者DMS 消息来的 他们就只关注它的一些业务 做一些配置 顾这些规则 它可以 比如说一些不太重要的 它可能就是通过SMI 就是通知到用户 就是说OK 我可能就 瓷板要更换了 可能会断流散断一两秒 但是其实也不太重要 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些 自己的外包护感 或者函数 做一些自动化认为 就这样这块瓷板 就直接就换掉了 或者是做一些 时间的一个复制 跟那个就不会干扰到用户的 一些正常运行 然后整个服务 如果没有EventMatch的话 它可能就是 RPC的一个点对点的交互了 就比较复杂 那我们是完成了送路和 对服务间的一个捷额 然后 其实它对处理结果是无预期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预期的话 我们也是提供了传电 和时间追踪能力也是有的 而且用户 就是服务 只要对接到一次对接到1G就可以了 EventGrade 然后它就不需要关心它的目标了 目标 就是一次对接到处都可以抵达它的目标 然后实现了统一的Cloud 里面是标准 整个流产 其实都是地码化的一个配置 在空中点一点就可以 实现了就是它的上限周期会比较短 这是我们内部的一个使用 然后看一下外部 外部的话 我们是为那个Severnets画的一个测电网业务 提供的解决方案 这张图的话 我是把那个EventGrade 这个业务单独拿出来了 因为其实测电网的解决方案 其实很复杂的 我只是列出了跟EG相关的一个图 就是每个车企 它其实都有很多型号 和那个美国时代的一些 美国时代的一些车 然后他们是其实需要将那个车上 300个车传器 采集到的一些数据 可能是传到后端做一些处理的 所以说车上可以通过API网关 或者是IoT设备介入 通过中间通过函数 去做一些数字清理 和那个透明 然后去将这些事件 涉及到之后 存储到OBS 就是对象存储里面去 对象存储 接到这个有文件上传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 可拿着EventS的一个事件 然后这个事件会触发 就是那个介入到EG EventGrade 用户根据提前配置好的 工具转换规则 然后将那个事件 到它的目标 它目标其实有多少能力 它可以它 如果它之前的业务是消息服务 或者是之前就有web呼卡 它可以直接接进来 如果它没有 之前没有一些业务通理的话 它可以在后面 介入一个函数 之所以我们设计成 Sibernet化的测联网业务 其实是因为解决 用客户的一些通点 在那个测联网 它其实是要高频发 和快速弹性能力的 因为测联网 它其实测误非常多 它传感机也很多 它的业务量大 并且它其实是有一些早晚高峰的 同时那个测联网 它缺少一些自己的开发套件 来降低它的开发成本 和缩短上限的一个周期 那我们这一套实现方案的话 就是价格上是比较灵活的 而且也是自动伸缩 弹性满足客户的那个 早晚高峰能力 而且我们是自动化认为的 就是客户不需要购买它的ECS 就是或者是自己搭建一些服务 就全程是低码化的一个开发 降低的开发成本 所以说它的上限周期 是比较短的 同时我们是按需计费的 就是无论是我们的中间的 四年网格 对象存储和函数 其实我们都是 就是不使用 是不设费的 是按照来进行设费的 然后也是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路由 就是根据不同的配置规则 就是这样实践可以发到 客户不同的业务部门 不同的那个业务 以及不同的目标 这是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 现状和未来的规划吧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介入了 100家的华为云服务的事件员 同时已经在10个以上的约颈 已经去做了一些部署 还是支持华为云 合影云以及伙伴云 然后我们在海外也有一些约颈 做了一些POC 已经在使用了 然后未来的话 我们还是会在探索 以外来卖起在Severnize化的一个发展 然后我们还是会扩大生态 就是将更多的圆和目标 能够接入到我们的 进行时里面来 然后对那个Event Storage 其实也会做一些扩展 就是我们整个时间的一个 回放和归档 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会积极参与到 社区里面 将一些修改和优化 然后回归到整个社区 然后回归到整个社区 对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 Event Message项目的那个地址 和那个GitHub的地址 以及我们华为云名服 Event Message的一个首页 然后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一下我们Event Message 社区的一个官方微信 或者可以加一下我个人微信的联系 也可以 然后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看有什么疑问 我们跟数据的同学 老师一起回答一下 徐月明老师和吴海军 可以老师他们两位 可以为大家解答一下 现场有没有问题 没有吗 你来 对 就这个处理结果我预期 是说就是事件投机过来之后 没有那个返回链路 或者不管它的成功与失败吗 还是这个怎么理解 那处理结果 那处理结果无预期 其实我们我们其实跟消息 其实是有一点差异的 其实我们用消息用的比较多嘛 我们定义为消息可能是包含了一个条命令 或者是一个事件吧 就是比如说消息 我发一个消息 我告诉你要支付了 那你必须得去支付 所以说你对处理结果是要有预期的 对 但是我发一个事件 其实我只是告诉你 我产生了这条事件 我是已经发生了 我会告诉你 我已经支付成功了 然后其实我不太关心你的处理结果 就是你自己是处理就好了 所以它对处理结果无预期 但是为了保证这条结果 其实有预期的 其实我们还是实现了 刚刚讲的 传练录的一个事件追踪能力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有预期的 对 就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因为它事件驱动我可以理解 它就可以是有包含那个说 就刚提到事件跟消息的区别嘛 但是可能我们 也会处理一些消息的一些数据嘛 对 然后如果处理消息数据的话 它其实可能是对结果是有预期的嘛 除了那个事件追踪的能力以外 就是好比我一个处理失败了 或者是处理的那个结果超时了这种 我们这边的处理策略一般是 处理失败是放死心堆裂这种 我理解它仅仅是一个展示 或者是一些排查定位嘛 但是对于真正保证那个业务 那个可靠性或什么之类的 那个保障措施是怎样的 我们会做一些从事 就是其实这个页面上 我们没有显示那个试骗的场景出来 其实这边还是有从事 就是从事成功 就是从事次数达到一定的次数之后 其实我们会支持一个 在我们的console页面上 会支持一个死心的一个通知 其实这个死心 就可以再把这个失败的事件 再通知到你的另外一个卡夫卡 然后你再去做卡夫卡的一个处理 同时我们也会做那个 也是我们不是也提供了很多指标吗 其实指标我们也是产生一些高颈的 也是开放给那个用户的 也是可以就是说这条事件失败了 也是有高颈来产生的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游那个数据 数据员或者是事件 或者是消息这种 如果它没有存储能力的话 我们这边是 经过那个unitmass 或者unitgrade 它是会经过到那个storage的存储 还是直接就通过RPC 或者函数调用 就直接就传到下游目标地了 我们目前是从这张图上来看 我们目前是 我们目前是其实先放到storage里面来的 就是这条事件 就是放到storage里面来 然后再去投机出去 我刚刚也讲 其实我们会 未来我们会对那个storage做一个加强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事件通道 就是把那个所有的事件 都做一个无限期的一个归档 然后你后面也可以去进行回放 就是你的流量去回放 我理解 如果你放到storage的话 那那个延迟务必就会增加吗 就是有一些好比它的那个性能要求 比较高的 嗯 它的那个延迟要求比较高的 这种 你经过一次 那好比这种卡夫卡或者是 嗯 Parsher这种那个消息队列的话 那不是会增加它的那个 那个处理耗时吗 嗯 所以我刚刚说 其实我们的事件 我觉得是无日期的一个处理事件 所以说它对事件 敏感度很高的话 哦 我们目前还没有就是想到这个场景 哦 实验敏感 就其实事件的话 还是保证它的一个吞吐量和那个送达吧 保证送达 然后 对于实验 就是要求比较敏感的可能 那你可能更多的是那种RPC的那种 RPC服务的那种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 还有那个那个案例一里面那个有一个一次接入多次到达嘛 我理解它一次接入多次到达 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也是 嗯 我怎么理解呢 就是因为是多次到达就是它其实也是仅仅是保证它到达了 至于它处理成功或失败它是还是以结果无预期这种方式来对待的是吧 不是它是到处抵达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IT服务 它要是把这个事件通知到EBS ECS DMS 很多高级服务 其实在云上我们有100多的一个服务嘛 如果你要去通知到所有的服务的话 也就会很麻烦 就是服务之间就是网装的一个交互 那其实在现在这种价格上来看的话 这个服务一次把这个事件对接到1G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情由1G去跟其他服务做交互 就是结尔了整个服务 就是你可以列成它是有不同的通道 然后不同的通道里面又要维护自己对应的那些事件的处理 对对对 它可以灵活的去做配置 就是不需要这个服务去对接很多的一个服务了 只要对接一次就可以了 OK 然后剩下的都是配置 在console页面上去点 你点就可以 还有那个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案例2里面那个 就是对接那块 我可以列成 因为我以前也看过一些 UnitMath的那个文章嘛 就是试验网格那个UnitMath 或UnitGrade 是不是可以放就是函数计算那块 就是有不同的那个试验网格去做连接 就因为它也可能会把事件存到它的Stories嘛 就再存一个对象存储这种 是不是 没有必要 因为我看那个 PR里面不介意 说UnitMath它可以有不同 或者跨城或什么之类的数据的那些 什么的那个操作 我们之所以对 存到对象存储 是因为我们那个 对console里面是有一个大小的一个限制 可能只有64KB或者256KB 就是小时间的一些处理 但是其实你在特点网上看到吧 它的特点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它的那个传感器 300个传感器 不断的在产生数据 它是得先存到OBS 然后就是对象里面去 然后再去作为实践去做错误 我是出示这个考虑 OK好谢谢